大家早安 今天早上 张大哥要跟大家一起 吃早餐 当然 吃早餐的目的是要 介绍 怎样的吃这个 其实不可以叫吃 怎样的喝野生蜂蜜 因为很多网友问我 网友问我 野生蜂蜜 蜜好卖吗 我直接跟他们讲 真的是卖完 我现在 刚才 剩下一只了 你看已经喝了多少 那我摇摇一下 摇了之后 它的泡沫就起来了 大概在15分钟到20分钟 这就是野生蜂蜜 现在张大哥唯一的一只 那你说张大哥 我要定可以吗 当然可以啦 下一批货 会来了 但是我们都是以预定的方式 大家不要误会 不是因为你预定多少 我定多少 我已经定了下一批货的 总数量 当然 带商 原商 希望能够预定了 我们就可以先卖 到了 就先预定先得 那感谢昨天有网友 直接打电话给我 说是我的粉丝真的不敢当 然后就谈到蜂蜜的事 蛮多人问我要怎么喝蜂蜜 我太太说 其实喝蜂蜜就是泡水啦 买个杯 让蜂蜜倒下来 然后放水 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 但是我 我个人觉得啦 竟然买了这么珍贵 这样的稀有的野生蜂蜜 而且是纯净的野生蜂蜜 这样泡水 好像有点浪费的感觉 所以呢 我个人啦 我个人的喝法是 早上空多肚子也无所谓 因为蜂蜜本身 不是浪泥 不会对空腹有这个影响 那 汤匙是喝蜂蜜 最重要的一个器具嘛 当然啦 你不要用杠的汤匙 要用瓦的或者是 这个塑胶汤匙 当然瓦汤匙会是最好了 像我这个瓦汤匙 那早上我就喝蜂蜜 打开来 我不懂会不会碰的 应该不会啦 因为刚才我有吃过了 你看 我只剩下这样 我喝到这边了 然后 很简单的嘛 就是喝蜂蜜 喝蜂蜜就要等它流出来 大家不要有耐心 哎呦 都是泡沫怎么办 我要把泡沫弄掉 是泡沫吗 是泡沫还是蜂蜜 哦其实也是蜂蜜来的 哎呦你看张大哥没有很少 我们没有去摇它 干嘛要摇 我摇是给大家看这个蜂蜜 其实是非常纯净的 它没有这个 人家所说的 放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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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芽糖跟 红糖 红砂糖在里面 对不起啊 镜头的 我操作镜头的那个手法不是很好 但是蜂蜜我还是要关掉 小编没有空 小编在吃早餐 所以我自己 那你每天早上 看你的 自己的感受 或者你自己觉得你的体质 如果你有血糖过高 血糖过高 当然你不要 喝太多 我基本上我一天 大概也就是 这样一个 汤匙 如果你倒在成那种药罐的杯 大概30cc 我常跟人家说 20cc到50cc 有人喝50cc 每天 可以达到疗效 那 张大哥不可以在网络上随便说 有什么疗效 最好你就是上网 搜索 这些疗效可以告诉你 但是我们要强调的这个蜂蜜 是来自 横横州的生命 时间到 它们就运过来了 整个过程 有人问我要看那个制作过程 很多东西 我要怎么去找给你制作过程呢 那我就 已经在 影片里面有告诉你 那些树啊 可能是你很大嘛 也告诉你 它们怎样装金瓶子 那个过程怎么装 怎样 怎样把那个蜜 掏出来 实际上啊 我发现有些影片我不看还好 看了之后反正不会想买 坦白说嘛 因为 这个过程当中 它们去掉那个蜂蜜的 蜂的那些蚁毛啦 那些土人这样 用戴着手套挖那个蜂蜜啊 你看了你会买吗 你不会买 但是肯定是卫生的 在那个工厂里面 它们装 所以 我到现在没有这个影片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给你 但是蜂蜜 的确是纯净的 早上你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喝嘛 准备水先 因为这些地方很小 等一下我来跟你讲 我喝一口啦 剩下的我要做别的用途 这个蜂蜜 甜度刚刚好 百花香 有酒味 然后 就是 半温的开水 空度 张大哥现在是空度 当然我还有啦 你们可以看得到 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大概看得到嘛 还有一汤匙没有 我只是喝一小口 这样咯 你就享受那个蜂蜜的甜味嘛 另外一个方法 接下来张大哥要说 你可以 茶面包 看到了没有 放住先 不要浪费 我还有一片 所以把那个蜂蜜 你看这个蜂蜜 在面包上面的那种感觉 对不起啊 我让你们看 那个水珠还是一样 当然要用汤匙 不是 用这个 茶面包的刀 茶面包的刀 不够了 再放 茶面包是一个吃蜂蜜 的好办法 当然 除了茶面包之外 还可以一种做法 茶在饼干上面 你看它的蜂蜜啊 很难给你们看 就是 它不会很容易的扩散 好像一个水珠这样 在面包上 在这个饼干上 那就是吃咯 嗯 这就是 要喝酒 为了时间的关系 我就会要喝水 他们就跟你们讲 还有 我那一汤匙蜂蜜 意思是说你又可以喝两口喝水 茶面包 茶在那个饼干上 剩下的 当然不要浪费了 对不起 张大哥不是美食家 所以 实现这个影片哦 是有一种笨手笨脚的感觉 剩下的不要浪费啊 你不要把我 把去洗掉 你看 小编啊 你不理我 哇 用最不好看的方法 喝完了 就是尽量 不要浪费嘛 不要浪费嘛 然后刚才的 记得吗 那个面包 茶面包是最好 真的对我来讲这个蜂蜜 得来不易 我们想到那些 养蜂踩蜂的人 不是踩蜂的 不是养蜂 蜂是天然 在树上 他们爬高树 那种 树上的 蜂窝 他们踩蜂窝就是要很小心 不要记录那些蜂 你看 反正什么东西都要吃了 甜到干干净净 不要浪费 这面包大家都明白嘛 怎么吃嘛 最简单 嗯 赶时间 没有比这个更简单 对吗 你要买什么面包都可以啦 有卖 有卖的 无卖的 白面包 你褐色的面包 当然 尽量不要买那些有 有一些有 果仁啊 那些面包你何必 他们已经有那个 火石的那种味道 你没有必要 你采蜂蜜还是白面包是最好 不是 你喝野生蜂蜜就是白面包 就好 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好啦 谢谢大家 大家记得 这个蜂蜜 先来开始 接受预定 电话就在这里 请你们 记得打来 询问 赶快下预定 预定了多少字 是属于你的 因为我这班后来 我也不知道 我要求这么多 来的时候 不一定是这么多 有可能 有可能 可以达到我的要求 是啊 所以 我帮张大嫂 推销这个蜂蜜 他就是一直 不要 不要 今天连出生都不要 因为他吃早餐嘛 吃早餐很serious 不要打扰 不要打扰 所以 哈啰 跟大家打个招呼 不要这样 喂 你看他没有 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说你 哈啰 大家早上好 证明我没有跟他吵架 早上玩 他吃早餐很 很专注的 他吃东西都是特别专注的 所以你们明白了 蜂蜜 记得预定哦 拜拜 大家早上好 张大哥 继续 直播 刚才介绍 张大哥怎么吃早餐 现在继续的吃早餐 然后蜂蜜 还是继续的 涂在这个面包上 基本上 我如果吃早餐 都是跟一般的新加坡人 没有什么两样 就是两天面包 当然 我还喜欢 放牛油 这个牛油本身 有有咸味的 有没有咸的 有咸的 不咸的 当然 以健康来讲 当然是不咸是最好 但是不是说你要买就有 有时买不到 有咸的 咸味的 也 shorter的 也吃了 大家知道 我就是喜欢吃牛油 哎呀 我告诉你 如果什么东西你都怕 什么东西都可以不用吃的 你不用吃炒果条 你不可以吃米香 你不可以吃拉西罗麦 你不可以吃油条 我跟你讲 很多东西真的不健康 你以为你 有些人说 吃素 吃素也不健康 因为 他们 把那个素 我喜欢 我 我可以吃素 蔬菜啦 淀粉都没问题 但是很多素就弄成像鸡啦 像叉烧啦 一大堆颜色在里面 还不是不健康 对不对 刚才那个说 你要吃什么 开开心心的吃 享受你的 早餐 这个 这个牛油 有时候 我的小朋友说 你差这么多牛油啊 我都 我都懒得听 当然 这个就是后果啦 从来不听啊 等到 等到你有病的时候 我也不 不这样想 我从前有一个 一个K席 有一个 很有钱的人 什么都吃 结果 人总是会 到时间就会生病 病的可能就是一个 非常糟糕的病 让你 逐渐的失去生命 他就是 遇到 我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 格案 他太太 开始 什么都不给他吃 天天要他吃那个 什么 小麦草 什么都是小麦草 每天都小麦草 小麦草是 味道是 小麦草的味道啦 草的味道嘛 是很苦的 喝啦 灌啦 我 我听到他的儿子 那时候他儿子 叫我 去看他爸爸 我看他家里都是小麦草 结果呢 也不见得能够 挽留什么 时间到 也是 跟大家说再见 所以我说啦 我是比较看开 看淡 身体不好 身体好 你要相信 生有时 死有时 你要相信这一点 健康有时 不健康有时 生病有时 什么都有时的 我们也相信这一点 所以 吃就好好享受 每一天 你所拥有的早餐 今天我 很简单的早餐 当然我还有一粒 熟鸡蛋 还没有吃 吃了个熟鸡蛋 就不用直播了 就我一边吃 跟大家一边聊 那今天的新闻 是什么新闻 最夯的啦 到目前为止 谢谢大家 这个 宝马的车祸事件 其实 已经来到尾声了 张大哥 制作了几个影片 观看 人数是蛮多的 那我希望大家明白 我的立场 就是 一定 有关单局 一定要改变 这些 车祸的发生 的几率 一直 一直有这样 重型车辆 豪华车辆 没有办法 控制那个车速 失控超速 创伤人 创死人 自己 也不幸的 遇难 谁都不要看见的 在这里 不管 你是处于哪一方 最终我们还是 希望政府能够 你们有的是 人才 专家 想一个更好的方法 路交局也好 交通局也好 部长们也好 内阁国会 大家真的是要 想 我不希望 成为 公路使用者的受害者 过马路 还要担心 所以在店里面 怕人家可能 车创进店铺里面 你听得很可怕的 对不对 所以 想办法 更严格的 去让 去让那些人 拥有 去让那些人拥有 驾 豪华车的 那一个 制造 我都讲了 驾 罗里都要 特别的 4号制造 驾 汽车 3号 为什么不要 加到一个 3号A呢 驾 电单车都有 分 大量的 电单车要 不同的 驾驶 制造 所以 汽车要求 有驾驶 制造 是没有 没有过分的要求啊 当然 对司机来讲 可能有些人 会恨死张大哥 变成说我没有 我又有 我又拥有这样的 超速的 能够超速 豪华的车 所谓超速的意思是说 当然每一辆车 都能够超速 所谓超速 就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它可以加很快 它就失控了 我一直在 一直不断的 看那个影片 凭我过去的经历 经验 我一直觉得 它 在那个半路 为什么会失控 滑倒 滑呢 是不是因为路上的状况 难难 这个警方在调查 交通警局在调查 那我看那个影片 我个人是觉得 可能里面慌 慌了吗 驾的速度快的时候 后面的 三个人跟旁边的人 慌了 对这个驾驶者 给予警告 或者是提醒 结果他驾的时候 他自己也慌了 就踩油 一踩油 你明白 踩油 有人是 如果你 一踩大大力的 不是踩油 sorry 大break 我踩油 有啦 有啦 有很多人 叫他 大break 他去踩油啊 也有 也有 大break踩油 也有 但是这个不可能 这个已经 他 他会画 在中间那个原因是什么 超速 高速 大break的时候呢 因为 紧张 会因为 没有那个confident 就 要求 以为说 踩大力一点 踩压到底 那个车就会停 车不会停 车就不可能停 车就可能滑 所以 就算是 大break 我们也说要 random的 啪啪啪啪 脚要 轻轻大 轻轻大 大两三下 那个车 速是 慢慢的 停下来 这个很难讲的 会驾车的人就明白了 你在紧急的时候 你反正不是 因为很多人紧急的时候 就是 踩油 或者是 大大力的 大break 踩油当然完蛋了 不快 本来 还好 踩一下油更快 这些都是 技术的问题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 操作那种 大型车 车辆 汽车的时候 为什么 政府不要说 有一个 制造需要 考到 上课 教育 宣导 师弟的 技术 顺念 然后才 给予这个人 有这个制造 价大型 超过2000cc 2000 3000cc 还是 那些 马力 非常大的 车辆 张大哥的要求 是没有过分 是 讲了 没有 这样有钱买这么豪华这么大辆的车 不在乎花一点钱去上一个课 对 竟然有 有那么多钱买车不在乎去上课嘛 但是问题是他们这些有钱人买车的人就是没有时间的 但是可以没有时间作为理由吗 当然不可以啦 所以政府要制定规矩啦 好了 讲完这一段就是不再讲这个BMW创电路的事件 除非有后续的发展 好了 现在他在谈说 这个 听的是很 很难过啦 男子心脏 拒停 就是因为 他的拒停的时间点是 打了这个 接种了之后 冠状的这个疫苗接种之后 不久 不懂多少时间了 72岁 然后他就心脏拒停 听了很 很难过啦 那是 我们的部长说 针对一名72岁男子 在接种 冠病疫苗后 当晚 当晚啊 心脏就拒停 卫生部 长强调 男子的发病和 接种疫苗 没有直接关联 为了安全起见 当局会在公众完成 接种疫苗后 观察30分钟 在询问他们是否有不适才让他们离开 意思呢 意思说那30分钟接种之后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了 有问题就是自己的问题了 可以为了这样讲 那30分钟有问题就 有机会啦 因为你就在医院里面嘛 可以抢救你嘛 玩你不信的话 就可以拿赔偿金啦 因为有这个保险嘛 政府给的嘛 30分钟后你离开了之后 有事情就 就是没有关联的 就没有直接关联 我是这样解读啊 如果我解读错的话 告诉我 所以这一名男子呢 本月16日早上接种第一剂 亏类Biotech的疫苗 晚上因为心脏拒停 送往成都生医院 入住家户病房 根据成都生医院的初步 估计事件和该接种疫苗无关 这男子有癌症 高血压 高血脂的病死 意思说 他 会心脏停下来 是因为他有癌症 有高血压 高血脂的病死 是不是 告诉 那些有癌症 有高血压 的病患者 你们有这个病死 或者还是在病 病死就是 病的历史啦 就是可能还在病 还没有医好 还是有高 继续还是有高血压 因为高血脂也没有可能 完全会好 高血压也不可能会好 癌症可能已经 健康了 但是不表示癌细胞没有在 你是因为这些病 你是因为这些病 如果你接种疫苗半小时 疫苗没有产生任何副作用 你过后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有什么三长两短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些病死 而病死 病死而病死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讲 这样讲咯 就是这样讲嘛 不然要怎么讲 那我只可以说 那些有高血压 有癌症 有高血脂病死的病患者 如果你们接受这样的解析 你们就继续接种疫苗啦 如果你们不接受这样的解析 解释 你们当然是决定 不要打疫苗了嘛 一定是这样的嘛 我是把人性的角度来看了 张大哥到现在还没有决定要不要打 但是我已经听到说 我们 我们这些人 很快的就要去打了 好像是 三月底开始 六十到六十九岁要去打了 三月底 现在二月 现在二月底 还有一个月 就要决定要不要打了 我的心就是 七七 七上八下 七上八下 现在目前因为这个 七十二岁的人 这样的事情 虽然他说没有肢戒关系 但是的确我也有癌症 我没有癌症 去去去去 的确我也有高血压啦 高血脂 很多人都有的 那我就会担心说 会不会这么准 这么 幸运 这么帅 就是我 接种之后 回家之后 当天晚上就突然心脏 停下来 那你要问啊 那个心脏停下来 是跟癌症有关系吗 可是跟高血压有关系吗 是跟高血脂有关系吗 是不是 如果不跟接种的疫苗有关系 是跟高血压有关系吗 跟癌症有关系吗 跟高血脂有关系吗 如果你晚上 心脏停 心脏停止 我真的越想越 那种逻辑性的东西 那到底他为什么死 中风 跟癌症没有关系 如果他说中风 我还听了有一点道理啊 他接种是接种啦 接种好了没事 半小时后他回到家晚上 其实他的血管已经阻塞了 结果到晚上的时候 哇 脑冲血 爆你的脑 然后中风了 然后就 没有人离了 就死掉了 没有话想 中风了 心脏 中风到最后心脏停了 这个我就 OK啦 接受啦 他刚好那天要晚上要中风 但是那天白天他就接种疫苗 但是现在不是啊 现在没有讲出原因 为什么他心脏停嘛 你要讲一个原因嘛 要查出一个原因嘛 你不可以因为他有癌症 有高血压 高血脂的病死 就说这个人是不健康的 所以到现在是很矛盾 不健康的人应该接种疫苗 不健康的人还是不应该接种疫苗 没有人可以告诉你的啊 只要那半小时里面 那半小时里面 你没事就是没有直接关系嘛 是不是这样解读 我不懂 如果不是 那还好一点 那又怎样呢 解析又怎样 不解析又怎样呢 一条命就没有了嘛 他本来 已经有癌症 有高血压 有高血脂 但是他还活着 现在因为接种疫苗 可能跟疫苗没关系 但是事实他就是死了 所以他说公众完成 部长说公众完成疫苗呢 在现场逗留30分钟后 也会接受多一轮的问卷调查 他强调 参观接种中心后 发现医务人员非常谨慎 确保公众在接种后 没有任何不良反应 才可以离开 那我想请问大家 是不是那30分钟 有不良反应 才跟疫苗有关系 30分钟后 任何反应 都跟疫苗 没有关系 也不对啊 什么叫副作用 副作用有些是慢性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啊 有人种了 之后接种疫苗 30分钟没事 回到家里发烧啊 呕吐啊 晕熏啊 那跟疫苗有没有关系 有 但是心脏停 没有 你小孩子来讲啊 打了针也没有立刻去发烧 有些各天 有些防疫针 是各天才发烧的 嗯 有些是到晚上才发烧的 所以在这个站我不知道啊 但是小孩子是有这样的情况嘛 所以要怎么讲 对 我的小孙女打针 没有 在医院里面 在诊所里面没有发烧啊 回到家 晚上才发烧啊 第二天才发烧也有啊 那你怎么讲 那个是副作用吗 那个是疫苗所产生的作用吗 那个是接种 他也是打防疫针 也是疫苗嘛 不同的疫苗啦 但是这个疫苗是 无论如何 这个是紧急疫苗 这个是第一个事实 第二个是意思 这个疫苗的临床 数据是不够的 这也是事实 这是因为要紧急的面对 这个病毒的发生 所以我一直谈到现在 我一句话就讲完了 要不要打是你自己的决定 为国为民 为什么都好 生命是你的 你觉得你 你应该不会有事 你就打咯 你觉得你应该会有事 你就不要打啦 就是这样简单 我不认为 现在我们可以跟你们讲 没问题啦 那30分钟里面 你没有事就没有事 那我想 我想请问大家 那30分钟里面没有事 过后有人发烧 跟疫苗没有关系吗 过后有人晕熏 跟疫苗没有关系吗 那些人就跟疫苗有关系 然后如果有人心脏停 就跟疫苗没有关系吗 那跟疫苗没有关系 请问这个72岁的 病患者 他有病了 他的心脏停 是跟那个癌症有关系吗 是跟那个高血脂有关系吗 最有关系就是跟高血液有关系 如果是跟高血液有关系 就是中风 他有中风吗 他没有中风 到底他为什么会死 你只是跟大家讲 跟疫苗没有关系 但是他到底为什么会死 他在他病死 每个人cost of dead 那边要写的嘛 原因嘛 死亡证书才可以怕嘛 要写什么 心脏吐难停止 操作 reason unknown 不明 因为不可以写 reason 接种疫苗 不可以写嘛 不可以写原因 原因一定是unknown了 不知道要写什么 那unknown就unknown咯 所以很多人 所以有一个网友很好 他写 年纪太大的长者 自己决定是否注射疫苗 因为这种疫苗 如果有什么后遗症 你必须聘请世界权威的医疗团队 加上权威的律师 替你向卫生部证明 后遗症是因为注射疫苗造成的 不难 卫生部说不是 那就不是疫苗造成的 大家明白吗 我们直话直说了 命是你的 命是我的 当然我们可以伟大到 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但是如果 你是有病死 又怕病死 你要三次而后行 我觉得这个疫苗 整个过程是对每个人来讲 三次而后行 你问我 我到现在还是七三八下 好 我的那个问卷到现在 我给大家 我刚刚又开一个新的问卷 这个在14个小时之前 今天 2月19 就是昨天的 如果你收到通知信 要去接种 冠病19疫苗 请问你会接受注射吗 过去我几个问卷都是 差不多30 30 30 会肯定会 跟考虑 跟不会肯定不会 这三个 都三个选项 大概都是 30 30 30 今天你看 15票 到目前有15票 还不错 还要继续增加 我肯定会 20% 还不错 还是会有 这些人听到 他觉得跟自己没关系 他身体健壮 因为我没有问说 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长者 我没有说 可能是年轻人 但是我的 我的YouTube的 这个年龄层 是50以上的 大部分的网友 我应该会 27 肯定会 20 所以有17 还不错 我还在考虑20 我还在考虑20 我应该不会 我肯定不会 我应该不会27 我肯定不会7 所以还不错 47 中间是 我在考虑的20 然后27加7 34是 不会的 肯定不会的 和 应该不会的 就有 34 47 肯定会 应该会 34 应该不会 肯定不会 中间的是考虑的20 其实 也可能 这个新闻还没有发酵 他们还没有知道 也可能他们知道了 他们还是决定 主要这15票里面 还是错 我肯定会 那你如果 因为我不能够投嘛 如果你问我 我还是 属于那20% 我还在考虑 我还 我还在考虑 因为 我刚才所说的话 我要负责 我不是鼓励大家 要不要去打 现在 我是鼓励 这是你个人的决定 网友这样写 也没有错啊 真的有什么事情 医生说 接种疫苗 没有关系 就是没有关系的 你太太也好 你身边人也好 你的小辈也好 他们要 去推翻这个 他要请律师 请另外一批医生 证明有事 是跟疫苗有关系 你可以索赔 不然 索赔又怎样 真的是因为索赔不索赔吗 也不是嘛 对吗 所以要过年期间 发生这些事情 所以我还是一句话 三思而后行 就是这样 我的小编 现在已经 选择什么呢 请问你 你现在的选择是什么呢 不要去啦 不要去啦 他是不要去啦 他有一度还说 好啦 去啦 所以这种新闻 都会影响人了 牺牲小我 完成打 小我牺牲 你就没有在这个人世 你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是啦 对呀 讲到这一点 我还是觉得啦 如果你身体 没有事情健康的 你应该去打 如果你跟我 你像我 或者你像我的小编 身体都有一点状况的 那真的要三思而后行吗 因为我们是病患者 慢性病者 这是事实 这个是我们讲开了 你就是说政府只保我 那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后 我有事的话 没有人理啊 他说政府只保他半小时 半小时之后 没有的理 没有的索赔 其实不是索赔的问题 有事就是麻烦的 嗯 真的哦 有事很难 好 下一个课题啦 要谈啦 跟张大哥有关系 跟很多人有关系 就是以后海外网购2023年起需付消费税 汽油税调告 是现在调告 海外网购2023年需付消费税啊 如果你喜欢网购 要付消费税啊 怎么办 增加开销啊 现在是超过400块付消费税 2023年之后 每一个产品都要付消费税 那我跟大家讲 现在的消费税是7% 会起的 不懂几时 肯定不能拖的 我不要管起不起 原因支持不支持都不提 肯定会起 大家专家说大概9%了 像大哥很黑心 我个人觉得 不要9%了 敢敢10% 容易算 容易算 18%吧 以后18%消费税 18%服务费 20%吧 去餐馆吃100块 还120块吧 就是这样嘛 容易算啊 9%不好算 18% Keep the chain 这么好 是嘛 就是这样咯 你爽不爽 多少% 我是觉得18%好算 哇 跟人家吃啊 下一句话我是不能够讲 请你暗笑 最好是 下一个大选 赶快来在大选前 取消费税 大家就明白我的意思 哇 黑心的 不知道怎样 人性吗 人就是这样的 我都跟你讲了 我不是在影片说 如果你要去选举投票之前 你前一晚如果你中 中3万的话 你被超牌的话 你被罚的话 你那天那个票 一定是很感情用事 意气用事 然后你就会狠狠的投 不支持 这个自政党 一定是这样的 人就是人性的 没有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的 我相信都是这样的 所以你最好是 今天取消费税 明天选举 明天宣布选举 最好是这样 但是要取几% 18%吧 不要9%很难算 以后我很难算 每次看餐厅 我很喜欢看 老婆啊 你看我们吃了50块 哇 7% 5735 3块半 5735 7% 3块半 50块要还3块半 对吧 7% 3块半 这个要有公算数 然后50块的10% 5块 5块要服务费 7% 3块半 我吃50块的东西 我要还63块多 我有时候算到有点头乱 以后就容易了 老婆 我们吃50块钱的东西 消费税10% 5块咯 服务费 10% 5块咯 50块的食物 我们还60块 多么好算 10% Keep the chain 那怎样 当然会起来 没有我们花了这么多 我们的国库都已经在挖出来了 就选 不是不是 就选情 就疫情 就疫情 我们要讲 就选情就要收回来 就疫情 好不好 哎呀 2023年起要付消费税 看官们 如果你现在还有淘宝也买 Shoppy也买 那个什么 Lazada也买 什么网购 你都买 赶快买 不要不买 赶快订购 不要不订购 其实我的野蜂蜜都 都付 都 过关的时候都要付消费税 都要付的 哎呀 大家买吧 买吧 赶快去买 2023年之前 赶快 order order 订购订购 预订预订 就是这样 哎呀 我跟你讲 成何几时 你看到消费税会跌的 没有的 只会上 不会跌 成何几时 你看到汽油税会调低的 没有的 只会上 成何几时 你看到 食物会 的价格会跌的 没有 会起 这个新年一过了 开 大家那些小贩开始回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每个人 每个小贩的那个广告牌里面的 那个价目表都 都贴上新的 价钱了 起五毛啦 起一块啦 都是这样 咖啡水也是 听一下 哎 起一毛啦 起两毛啦 每一个都自己 那你的草标就输水啦 然后有人就跟你讲 哎呀 草标不够 你要有一百万退休啦 那一百万拿你找 那除了去打抢银行 好像真的没办法 那打抢银行 你也没本事 我也没本事 然后我们要怎样呢 我也不知道 我们就 吃 有营养的东西咯 什么东西有营养 当然是蜂蜜啦 蜂蜜有营养 做什么呢 蜂蜜 擦在面包上 除了擦面包 还可以用什么咯 当然还可以买油油啦 你不要买张大哥这种 这个牛油感还是比较贵的 你可以买便宜的啊 植物油啊 什么油都好啊 吃吃面包咯 神神咯 就是这样咯 三张大哥 今天要早餐这样 就是这样 要怎样 要怎样 你跟我讲要怎样 这里是 天堂 是有钱人的天堂 这里绝不是地狱 也不是穷人的地狱 因为政府多少还是会照顾你 讲一句坦白话 但是 马路上还是有流浪汉 你问我原因 我不明白 还是很多人在疫情当中 一家人 一天只吃一餐 听得都很难过 是不能够接受 在新加坡这种地方 再穷都可以吃面包 不藏油油 擦植物油 不放蜂蜜 什么都不放了 怎么可能一天吃一餐 这么惨 我不是怀疑 我是说真的是这个事实 听起来很心酸 一天吃一餐 我现在一天吃两餐 那是因为我自己要求 我要吃十餐都可以 讲真的 不是说我好恋 奢侈 我可以 我付得起 目前 退休后就不知道了 问题是 为什么有人只可以吃一餐 听起来很心酸 那如果这些只吃一餐的人 现在怎么东西又起价 他一天差不多变成半餐 是不是 所以大家 想想那些需要的人 我们是不是 要怎样 有机会 帮助就帮助 有机会 奉献就奉献 就是这样 我不是什么 我能不能提出什么大道理 我不是政府 小老百姓 每次看到这种新闻心很酸 我知道我15年前 帮助的那些 就是我的工作单位 帮助的那些贫穷 贫穷家庭 经过了15年后 他们都生活提升了 所以他们绝对不是 那个只吃一天一餐 不可能的 我们一定照顾到他们的 但为什么还有人是一天一餐呢 其实 追根究底 有人一天吃一餐 就是政府的事 就是政府的事 不然是谁的事 他脸皮厚吗 不敢申请吗 是吗 他不申请 你就不帮他吗 你不可以从被动变成主动吗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以发生的 新加坡人 怎么可能有一天之一餐的一个家庭 听起来很心酸 我一直在强调 不可以发生这种事情 因为我这些 15年我的工作单位里面 我看到那些贫困的人 从一房半天可以提升到两房市三房市 从家里需要抚养小孩 现在小孩都长大了 都工作了 都玻璃毕业了 甚至去大学 做律师都有 他们在这15年来是进步的 不是退步的 不是 当疫情面对的时候 只吃一天一餐 明白我的道理吗 就是你 谁管 谁负责 他老爸负责 他老祖负责 还是你和我负责 谁应该带头负责 你自己想 如果我的工作单位 过去15年来 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家庭 我们照顾 我们也是照顾的很少 但是我们帮他们 主动的 这边可以申请 你要申请 那边可以申请 你要申请 我们会去帮助他们 孩子们帮助他们 免费教育 免费托管所 照顾他们 有困难 紧急的 有人 有癌病了 外国人 这边医药费很贵 给他一笔钱 帮助他 请他回去自己的国家 医好了再回来 这些事情都发生了 就是因为有一群人 在帮助 我知道新加坡 有很多很有爱心的团体 都在帮助每个人 那怎么可能 在疫情当中 我们看到有一些家庭 一天只吃一餐呢 明白我的话就明白了 所以我说大家 我们或许 做得不够了 但是谁是最重要的负责人 他们嘛 当权责嘛 新加坡人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一下 一个家庭 小时候我有听到说 我的长辈跟我讲 小时候家里很穷啊 有白糖吃都很开心 我的亲人当中有听到说 小孩子们家里穷了 吃猪头皮 当然现在猪皮很贵 但是现在猪头皮不便宜 就是穷了 那时候你听到有人 一天一餐半餐 你还相信 一年 一年只有大日子 才有 斩一只白斩鸡 现在的人好命到 吃耿达鸡 好像喝百开水这样 就是这样 那这样的丰富的 那种物质生活里面 突然之间 有人 你有办法听到 不是一个家庭 一个数目的数据 告诉我们 有家庭在疫情当中 是一天只吃一餐 我不明白 或许 或许 我要退一点 是因为 钱没有准备 没有除夕 平时没有除夕 疫情来了 两个大人都失业了 所以很紧 所以一天吃一餐 是有可能 真的是这样的可能吗 他们有 他工作事业政府 有支持 有报酬啊 我到现在 坐计程车也好 坐出租车也好 没有听到他们说 他们穷到 要一天只吃一餐 有些人你看生活多么好 没有的出国坐游轮 有的 张大哥也还不错 旅游俊用了 还去那个旅店 安达市旅店 事情解决了 他没有多收我了 赶快又把那个钱推回来给我 不过问题 他好像没有下文 没有回复我的 没有回复我 所以这是美中不足 不过安达市 所以啊 他的服务真的很好 题外话 所以我说到底要怎样 很累了 这个就是 我觉得我这样讲 也没有说故意的刁难 故意的排测 或者是负面的那种话 我是正面的 意思说 如果我们真的 生活的这么好 这样的富裕 这样文明 这样进步的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国家里面 发生的疫情 我们就难有人 是啦 如果你听起来比 饿死了 还好啦 一天一餐比饿死还好 但是我们应该是 零容忍 我很喜欢讲 零容忍 零容忍新加坡人的家庭 在疫情当中 一天只吃一餐 好不好 我们彼此勉励 加油 去打听一下 你的亲戚朋友 社区里面 去刮罚一下 去帮助他们 不可能的 一定可以帮助到他们的 怎么可以允许 零容忍 一天只吃一餐 大人可以一天吃一餐 小孩子不可以啊 baby不可以啊 每天 baby一天 一瓶奶啊 baby一罐奶粉本来一天要多少瓶啊 四个钟头一次是吗 小baby 其中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喝奶 你跟他讲 sorry baby daddy妈咪咪失业了 这个奶粉本来是 三四个小时给你一瓶奶 我听过很笨的说法 没有钱买奶粉就喝人奶咯 没有钱买奶粉就喝人奶 我听过这样的混蛋说法 你看啊叫我讲话不要口不择言 结果自己讲那个怎么蛋的事 是他不可能没有奶粉 人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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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 那个人也是一天只吃一餐 还有什么奶 所以我跟你讲 零容忍啊 真的零容忍啊 我只可以这样说 好了 今天张大哥也只是 啊 发表 两个个题啦 海外网购 2023年 虚负额外的消费税 记住哦 不是7%哦 可能应该是 坊间说9% 张大哥说 keep the chain 10%吧 容易算 所以2023年之前 今年跟明年 哇要买的东西赶快买哦 但是如果你只一天吃一餐 你是没有办法网购了 真的 真的我讲一句 不是说 四季的话 第二个个题就是 看到大家在疫情里面辛苦 要打疫苗 不要打疫苗 最后我还是说你自己决定 三十二后行 然后听到有人 一个一家子 就是一天吃一餐在疫情当中 不过这句话本身的背后 也有好处是 也有一点好的就是 有人发现了 当然他们 我相信他们会去解决 这个我 我相信是 团体也好 政府也好 都会去解决 但是我们大家都要对 我们新加坡人的家庭 一天只吃一餐 是零容忍 零容忍 不可以 大人可以不吃 小孩子 婴孩 一定要照顾他们 所以我不认为 有这样的家庭 真的是要去主动 因为他们真的是 不懂得怎么去申请 你明白吗 我跟你讲坦白 现在假如有一个家庭 来到我这个工作单位 跟我讲说 我们一天吃一餐 你们查明之后 一定是帮助他的 那你有等的 没有等的 是不是 这个是坦白话 什么团体都好 一天吃一餐 他大概来到你的 来到你的单位前面的时候 是爬着走进来 还是有气无力的走进来 你还好意思 所以 我有时看到这些数据 有时我也不懂 我希望是真的 不是 我希望他们没有讲偏话 真的不是 我希望他们讲偏话 不是一天一餐那么惨 我也不懂 他真话还是假话 所以也傻傻分不起 分不清楚 就是这样的 总之就是 30分钟里面 你打了疫苗 有事的话 30分钟内有事情 我负责 30分钟以外 对不起 我为了节目效果 加最后这四个字 才里斗手 就是这样 好了 再见 你看我一个早餐这样 一边直播一边吃 其实是 很不消化 很不卫生 很不好 所以不会常常有 记得 下一批的蜂蜜来 第一批的蜂蜜 我 因为我在二月二月的时候开始卖 对吧 我查一下 大家允许我 我又不止了 张大哥没有办法用 电脑的 我会电脑 但是我第一批 二月十号开始卖 第一批的货 二月十号开始卖 开始帮我太太卖 二月十号第一个人下订单 可以这样讲 现在已经卖完了 今天二月二十号 卖完了 哇 十天了 真的吗 我自己都吓到了 真的 十天 十天卖完一批货了 所以第二批货 这几天会来 或者下个礼拜会来 看清醒 因为他们还要包装还要弄好 所以呢 第二批货 价钱也可能一点不一样 没办法 我都跟你讲了 去吃早餐 起五毛起一块 没办法 新加坡就是这样没办法 没办法 以后GST起 也是没办法 所以你要不要买 可以收一年 两年 三年 收到月久 变成古蜜 古老的蜜 更好 但是你在收的过程 千万不要碰到水 你要很小心 不要弄肮脏里面的蜜 是你去弄肮脏 想想看 可以收很久 这个没有 这个几肤是没有 越收越好 好像酒 红酒 酒是吗 酒没有开瓶 酒一开瓶 反而不可以收 不要收太久 那是蜜 你这样喝不可能收太久 但是你如果要喝它三年五年 就买多一点 就简单 假如一天没有货 就没得买了 就是这样简单 OK好 再见